就是闷了你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最近有什么嫌弃我的呀 我没有说嫌弃你胖 但是说咱们出门最起码洗脸出头 他不洗脸不出头吗 不洗不说 淫书了 不可能 没有 我当时那个因为我皮肤比较明硬 两年 然后两年 你买过体件衣方 没有 你不是要男人照顾女人吗 他没办法你为什么给他买 我还给他买什么衣服 我给他买的化妆品 放了都过期了 我就感觉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你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出门不洗脸不出头吗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皮肤明硬 就是我接触搞定某个东西 可能就做饭嘛 每天都会炸 因为它也是啥的东西 我每天都会炸东西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汤起来了 汤起来的话 就是什么都不能 不能擦化妆品 他都买了 那你清水可以洗的 那个我去绝对是他 所以说我就用手机毛巾擦一擦 那不是现在有洗吗 有梳膏吗 这就行了吗 我就觉得我现在太烫了 作为一个女孩来讲 我觉得一年怎么也 又买个衣服什么的 我不买这头衣服什么的 事情还不清楚吗 有一次我们去逛街 然后他在那个地图表 给你送费 试了一块表 问了多少大钱之后 然后没买 我认为是他觉得价格贵了 我从那之后 一年的时间我带攒钱 第二年他过生的时候 我就送给他了 他当时特别奇风 特别感动 我认为我这一年时间 不买衣服挺值得的 当时我是很感动 但是我更希望 这个钱要花到你自己的身上 那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钱 给他买衣服 可以啊 买了吗 我买了吗 我俩现在在一起生活 我一切的一切 全部是他 他由他办理 我出门都要管他要钱 他也掏不出来钱 对啊 不表气 我睡觉的姿势 不太好 我喜欢趴着睡 他告诉我 趴着睡觉身脏不好 说你要侧右握着睡 但是我睡着的时候 我哪知道我会不会翻身呢 对不对 我翻身呢 我可能就趴在那了 他可能没睡着 他就听他们了 会把我 老公 你这姿势不对 我就是觉得 他睡觉心脏不好 我们两个去北京玩的时候 然后他就问我 如果说搭了在地铁上 我下去扯了 你没下去怎么办 这个是有原因的 他对数字特别不敏感 自己的生存号 甚至自己的手机号 他都不记得 而且他有点方向感比较差 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他的所有东西 对不对 还有钱呢 电话不发 我跟他 你告诉我 他除了这里 身体有什么 不发病 他对数字感差 对这男人有什么好 不这样吗 我觉得他笑话 就是对点反动了我 如果他不笑声 我不会让他先强调 特别老师 你们看来怎么办 一起入去比票跟店 女儿 你刚才一直在说 你这种鞋子我胖了 他就是鞋子你胖 但是你认为 看得不爬不得不爬 该你拿东西来 你选择 多多说 你的手都跟你的手都不一样 他说还我太好 我跟你说怎么少来的 如果还是一个 比如说保持了原来心态 会是应该美丽的 我的心中的女人 他美丽的 他帮你睡觉 帮你打死你 乐的地点一样的 他在地铁上 被你撒娇 你会烦吗 你会享受 逢年男人 朝来的艳末和目光 这是什么 你的脚步表演 你会愿意为他减肥吗 应该为你自己减肥 你为什么为他减肥 你为他为他你收腿了 你为他减肥 你自己干嘛 你不为自己减肥 不为自己没力 不为自己自信的话 你永远不会在他阴影里 难道我就讲句话 人要知恩独报 第二句是 当初他怎么费心心意 想当你正常起来 胖出来 你现在就一个男人 就应该背进心里 帮他瘦下去 漂亮起来 各自您的感觉 主方我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傻的女人 所以说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 能放弃自己的美丽 我觉得美丽不重要 美丽没你想的那么不重要 当然也没有那么重要 千万不要认为 所谓的爱一个男人 就不去爱护自己 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要找一个老婆 而不是找一个老妈 我老婆也不送我现身 我老妈会打电话 说你要多吃饭 多吃饭 多吃饭 是完整两个不同角色的 对一个男人的爱 你说我觉得爱的 不是 从社会听系列 都没有想出来了 你说的没错 但是你已经认识了自己 你没有自己了 那心里 有没有为自己想一想 让自己如何的漂亮吸引人 我觉得他好 我就好了 现在他是好了 但是你却不好 他抛弃你 再爱一个人 也不能不爱自己 你要知道如何 让自己承纳出来 这是最基本的 谢谢 相对于他的美 我们知道了你的丑 我不是嫌弃你 你怕我是嫌弃你 对我太好了 这说得通吗 似乎说的 你家精髓 何换不停 但是 我就是不想的 你忘了当时 他是如何的美丽 出现在的 你现在又 是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忘记 就不会抛弃 而如果现在 就是忘记了他的美 或者忽略 和内派的美 我就不想找个忙 我希望的是 某个目的 就关心他 就战不他 你可以啊 为什么都就 被人家战不他 你一定有机会啊 那我并记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 不止一次的 说这句话 爱人七分足矣 剩下三分 爱自己 爱过了是赵 少了几月 中国的传统女性 往往母性 大不于七性 七性是什么 七性就是互相了解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我把我给我